那通常呢在 尤其是现在台湾的外商公司呢 或是说台湾的这个公司里面的从业的时候呢 跟外国人接触的机会慢慢的多了起来 那尤其是台湾人呢 他们是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习英文 那一般人从国中开始到大学毕业 出社会来工作呢 这一般经历的是中学六年的时间 另外再加上大学另外四年的时间 所以一般人呢从 一般台湾人从学校里面学习英文到 真正出社会工作呢 学习英文时间大约是十年 可是因为这十年里面的教育呢 通常是比较强调读跟 比较强调读的能力 那导致于说呢 这个一般台湾人在说跟写的方面呢 这个英文的表达能力没有那么的好 那所以呢就是说一般的美国人呢 就是说美国人呢要跟台湾的讨论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希望美国人能够说 至少讲一两句简单的中文 减轻他们心中的忧虑 那其实一般的台湾人呢 他们都能够用简单的英语和话 跟美国人的沟通 那如果是说能够让美国人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先用 一两句简单的中文 减轻他们心理上的负担的话呢 那相信会对这个会谈的 这个进行会顺利的非常多 感谢观看